今天第十一課 Cell Cycle and Division Cell Cycle是循環的意思 Division是分開的意思 即是Cell的一個循環 和Cell的一個分開的意思 首先我們會講一個Chromosomes 有言在先 第十一課 你們有一點不明白 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說八月一定要補課 補課的 補課是甚麼呢? 這不是補課 這叫做第十四 第十四 BOOK4 Genetics 完全牽涉這些 尤其是Chromosomes 我們會在BOOK4再詳細地講清楚 但這次你們有一個很ROUGH的認知 OK? 等一會有些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和Random Segregation 這些字眼 我會再跟你講 去到第十四 你才會懂的 你會很長時間跟你講的 今天就講完Chromosomes Cell Cycle Miotic Cell Division 和Miotic Cell Division 這個 Miotic 和Miotic 是兩個在這個課中最重要的 Cell Division 即是你要學兩個Cell Division 就是Miotic 和Miotic Cell Division Cell Cycle 只是牽涉著Miotic Cell Division 而不牽涉著Miotic 知道嗎? Cell Cycle 就會跟Miotic Cell Division OK? 最後你們會 compare一下 兩個Division的分別 我同樣的PDF給你們 你們只需要在Moodle做第二題 A和C 第二題A和C B那個就不用做了 因為是復科 所以復科再教 好 考評局很重大的文件 你要懂的 要你懂的Stage of the Cell Cycle Stage of the Cell Cycle 然後考評局會考 就是Various Stage of Cell Cycle Stage 好 究竟Cell Cycle分什麼呢? Cell Growth Nuclear Division Cylo Plasmic Division 即是在考評局裡 的Stage 未必是等於這些Stage 這裏要你認識的Stage 和考評局認知的Stage 未必是一樣的 我也是跟你說 為什麼 好 但是 這幾個Stage 你一定要知道 在Cell Cycle Cell Cycle 一定有三個步驟 Cell Growth 增長 Nuclear Division 即是細胞核分裂 然後Plasmic Division 這就是細胞質的分裂 行不行 Rick 4這位 很圓妙 這字 我還要跟你講 DETAILS of the Cell Cycle are not a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focus 不過 考評局有考過 所以我可以慢慢和你 斟酌在哪些位置叫DETAILS 為什麼呢? 它叫RECOGNIZE 考評局 要你RECOGNIZE VARIO STAGES 如果你不懂DETAILS 你怎樣可以RECOGNIZE它 這就是關鍵 究竟你想你認識DETAILS 還是不認識DETAILS 你怎樣不認識DETAILS 又怎樣可以RECOGNIZE它 究竟這個位置很模糊 我覺得你聽清楚 我告訴你哪一個位置 你一定要RECOGNIZE到 而哪些位置 你完全不需要學到DETAILS OK 好 現在我先去了 先講CROBELSOM 我們現在開始講CROBELSOM 我先講CROBELSOM 有一個CELL 接著會有兩個DOTA CELL 即是一分為二 逢在一分為二 我們就叫CELL DIVISION 和MITOTIC 和MITOTIC 是在CELL DIVISION的界限裏 即是CELL DIVISION 已經包含了MITOTIC 和MITOTIC 究竟是哪一隻呢? 這個CELL DIVISION 究竟是MITOTIC 和MITOTIC 我先不跟你說 OK 關鍵就是 GENETIC MATERIALS 是一定可以通過DOTA CELLS 即是這裡 即是這顆PARENT CELL 就一定可以通過DOTA CELLS GENETIC MATERIALS 就是DNA 好 那些GENETIC MATERIALS 就可以決定做什麼 例如做白虎及Viper CELL 例如做NIRON 即是神經細胞等等 好 在這個CELL入面 這個CELL LUKIUS LUKIUS 就有Chromosomes 而人類 就會有23對Chromosomes 23對 OK 那是一對 那是另一對 好 留意一下我畫的分別 這顆CELL 裡面有23對Chromosomes 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我這樣為之一對 你留意一下它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X型的 兩個都是一對 至於為什麼呢 我在Book 4詳細和你們說 這裡真的要不和你Rough的說 暫時我不和你仔細地說 暫時你要知道 在這個Sell裡面 有個Lukias Lukias就包含了 人類有23對的Chromosomes 可以嗎 23對 而Chromosomes的組合 組成Chromosomes的能力 就是DNA的Molecules 可以嗎 一條 紫色這條 然後不斷繞著Proteins 就會不斷繞著 繞著 整條Chromosomes OK 看看 所謂的DNA 即是Dioxid-Ribonucleus Nucleic axis DNA就是帶遺傳訊息 DNA Chromosomes 以及Gene 基因 這三樣東西 都可以在目科上 慢慢和你詳細探討 可以嗎 OK 這些款式是真實的圖畫 考蘋果很喜歡考的 考你真實的圖畫 不會給你假的圖畫 假的圖畫通常在MC才有機會發生 去到長題目的時候 通常是真實的圖畫 要懂得判斷這顆圖片 這顆圖片很明顯就是Lukias 但到了這個階段 我們要知道Lukias有什麼組成 就叫做Chromatin Chromatin和Chromosomes 有什麼分別呢? 剛剛說的Chromosomes X的款式 有什麼分別呢? 兩樣東西都一樣 兩樣東西都一樣 兩樣東西帶有DNA的遺傳數息都是一樣 但只不過在不同的Stage 不同的狀態下 他們會呈現不同的狀態 這個狀態 我們混沌一片圓的狀態 我們叫Chromatin 可以嗎? 這個狀態有X型的狀態 我們叫Chromosomes 可以嗎? 我們叫Chromosomes 所以大家要懂得分解一下 什麼時候看到這個狀態呢? Cromatin這個狀態呢? 很關鍵的 就是Cell不是Dividing的狀態 Dividing 進行式 不是分裂的狀態 Ing 科馬 留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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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Cell開始開始 開始開始 開始開始 Cromicons就會出現 看到嗎? 即是由Cromicons 就變回Cromicons 即是它們兩個都是一樣的 你懂得分裂 看到這個狀態就是Cromicons 一條條 一條條 剛剛說R不是X型嗎? 這個不是X型 我那次Cromicons不是很容易發生 是X型 我要告訴你什麼時候發生 現在是一條條的 一條條的就是Cromicons X型 很難說 當你出現了X型的時候 一般的Cromicons就是這樣 當Cromicons複製的時候 就會變成X型 即是變成這個狀態 即是現在這個狀態 當你看到X型的狀態 這個時候不是X型的狀態 這個不是X型 當這個時候 它會自己全部 Dubricate乘以2 即是一條條條 就自己乘以2 這樣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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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這樣 X型的狀態 都是叫Chromosomes 即是你這樣又叫Chromosomes 這樣也叫Chromosomes 這樣也叫Chromosomes 可以嗎? 好嗎? 這麼多情況 遺傳物質的量 就是複製了 即是 這個只有1組 這裏有兩組 有兩組遺傳物質 好 當你看到X型的Cromicons 我們看到有兩條 兩條款 我們就要細分 其中一條 我們叫Chromative 即是出了三個英文字 Chromatin 是嗎? 還有Chromosomes 是嗎? 還有Chromative Chromative 只能夠在X下 才會叫 其中一條叫Chromative 另一條也叫Chromative 也叫Chromative 而Chromative 就在Cell未Divided的狀態下 在Cell未Divided的狀態下 我們看到混沌期間 就叫Chromative 當開始Chromos 當開始開始Divided的狀態 我們看到一條狀態 就開始見Chromosomes 當Chromosomes 自己重複製的時候 即是複製子的時候 出現了X型的狀態 我們單支那條叫Chromative OK? 好 就是這樣 好 我們在福科再說 OK? 我再說一句 因為我們人類有23組 23組 有Chromosomes有23組 OK? 這一組 這個X是黏著的 這個X是黏著的 而Chromative 這裡也是黏著的 所以我們叫Sister Chromative OK? 有些會不黏著的 即是我們有23組 23組 有些不黏著的 即是不黏著的 這裡也叫Chromative 這裡叫Chromative 這裡叫Chromative 這條的Chromative 和這條的Chromative 是不黏著的 對不對? 我們叫做Lon-Sister Chromative 可以叫做這樣 OK? 目科再詳細說 開始了 看到嗎? 他要準備 要做複製的時候 在考試中 在MC 這條單支 就叫Chromative 你現在的雙條 也叫Chromative OK? 可以嗎? 這個樣子 是沒有X型的狀態 OK? 每一粒細胞 去到關鍵時間 每一粒細胞 即是你本人的細胞 賦予你的細胞 的人是你爸爸和媽媽 對不對? 你是由一粒受精卵開始 OK? 簡單來說 一粒精子加一粒卵子 就成為一粒受精卵 即是Vertilized 即是你自己本人 對吧? 即是你的遺傳訊息 有一半是來自媽媽 對不對? 有一半是來自你爸爸 對不對? 即是你每一粒細胞 接著你這粒細胞 的受精卵 就慢慢變成 慢慢變成 慢慢變成 到現在你本人 即是你的本人 你的細胞的起源 就是由你爸爸和媽媽 OK? 即是你每一粒細胞 都會有你爸爸和媽媽的DNA 明白嗎? 即是你有你爸爸和媽媽的Chromosomes 可以嗎? OK? 即是你每一粒細胞 都會有你爸爸和媽媽 OK? 為何我一直都強調是23隊 23為何是隊 為何不是23呢? 即是23隊 一隊就是媽媽 一條 如果第一隊 第一隊 就是一條是爸爸 OK? 一條是媽媽 然後第二隊 一樣 一條是爸爸 一條是媽媽 就是有23隊 OK? 即是你每一個細胞 都有23隊 每一隊裡面 一條是爸爸 一條是媽媽 那這個銷有幾隊? 這個銷有幾隊? 這個銷有幾隊? 這個銷就不是人類的銷 我們這個銷很明顯 就不是人類的銷 這裡只有兩對 對嗎? 兩對嗎? 怎麼看得到兩對? 一個 就不一樣 對嗎? 一對 另一對 兩對 即是兩隊 那是不是人? 不是人 但是 留意一下 考評局 喜歡這樣出的 他都屈你是人的 可以嗎? 他就說 假設這兩隊 就當是人的23隊 可以嗎? 他懶得說是23隊 你試試看 如果有23隊的話 這裡是100周值的 你看不到的 即是說 其實是減量了 由23隊變成兩隊 OK? 好 記住 凡是同size 才會配對在一起 凡是同size 所以一條是爸爸 一條是媽媽 你問我 顏色沒有關係 顏色沒有關係 可以嗎? 顏色純粹容易讓你觀察上 只要媽媽和爸爸 合併在一起 那兩條Chromosomes 合併在一起 我們就叫 Homologous Chromosomes Homologous的意義 有爸爸和媽媽 加起來的意義 可以嗎? 毫無的意義 可以嗎? 有爸爸和媽媽 配合的意思 所以Homologous Chromosomes 是一定有爸爸和媽媽 共存的Chromosomes 的狀態 OK? OK? 現在呢 就叫 這些就很難說 慢慢再詳細說 不過這個都可以 去到 2Set 現在就這樣叫2Set 2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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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現在就叫1Set 1Set 1Set 好 這裡呢 人有46個 46條Chromosomes 為甚麼叫做 就是23Pers 可以嗎? 23Pers 每Pers有2 代表就是46條 明白嗎? 一般來說 人有46條 Chromosomes 即是23Pers 的Chromosomes OK? 好 蠅 八隻 這些數字可以背 不用背 可以嗎? 不過這個要背 OK? 好 我剛剛說的Chromosomes 現在我正式開始看 如何是recognized stage 為甚麼我們要說Chromosomes 因為接下來全部都關於Chromosomes 這個問題 OK? 好 好 記住 Myotic Cell Division 的作用 先回去 它有甚麼作用呢? 先看看下面 Understand Importance 重要性 在Cell Division 有兩個Cell Division 一個是Metotic 一個是Meotic 好 Metotic 即Mi Mi T O 就是For Growth Meotic Me Mi O T 就是For Reproduction 可以嗎? Metotic Cell Division 既然是For Growth 即是在身體細胞裏 幾乎不是For Reproduction Reproduction 是For Amniotic 即是在身體裏 除了精子 你男人 精子就不是用Metotic Cell Division 因為你不是For Reproduction 所以精子是Meotic OK 現在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有幾個Metotic Cell Division 一次 兩次 三次 OK 每一次 都會經歷一次Cell Cycle 可以嗎? 每一次都會經歷一次Cell Cycle 不過你留意 那你不是叫一個Metotic Cell Division 等於一個Cell Cycle 不是 你也看到 英文字 有其他Event 即是 某些Event 再加一個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等於一個Cell Cycle 可以嗎? 可以嗎? 有其他Event 加一個Metotic 就等於一個Cell Cycle OK? 看到嗎? 有其他Event 簡單來說 如果整個Metotic 我們用Cell Cycle 不停地循環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現在完成Metotic Cell Division 然後繼續做一次 然後完成一次 然後繼續做第二次 好 即是每一次Cell Cycle 包括了Metotic Cell Division 以及一個Interface 的狀態 Interface 即是Some Other Event 的意思 Interface 和Metotic Cell Division 加在一起 就等於一次Cell Cycle 可以嗎? 而你考慮 一定要懂得 Stage 懂得 Interface 和 Metotic Cell Division 可以嗎? 好 而我們知道 先不需要 大家知道的細節 但你如何認識它 你就知道 它這個時間 是在做Cell Growth 可以嗎? 如何做Cell Growth 這才是關鍵 OK 這給大家看 我不會再講 OK 好 它的Cell Growth 這個細胞 呢? 就給 Nu 的 可以嗎? Organel 和Protein 一粒細胞 裡面 有Metalchondria 有ER 如果你是植物細胞 Plant Cell 就有Coloplast 有Coloplast 對不對? OK 如果這粒細胞 記得嗎? 我們說Cell Division 即是一分為二的意思 如果一分為二 假設 你的Nucleus 只有一粒 你分了兩粒 那Nucleus 究竟給哪一粒呢? 其實不是的 它會多做一粒Nucleus 就是一為一粒 這樣 好 比如這裡 假設這粒Cell 有 這粒Cell 有 兩粒的Metalchondria 對不對? 現在要分兩粒 現在要分兩粒 那這兩粒是否各一粒 當然不是 它會分開二加二 即是會再做兩粒 即是變回兩粒 意思是甚麼意思呢? 一分為二之後 那兩粒 是跟自己的Parent Cell 那兩粒 和Parent Cell 裡面的東西 的組成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嗎? 舉個例子 即是 我可以對你一刀 我可以對你一刀 是不是? 你一流血 是吧把聲 你始終會好起來 你的皮膚始終會好起來 那你為甚麼會好起來呢? 因為那些細胞 在做Cell Diversion Metalchic Cell Diversion Cell Growth Repair 於你的Cell Growth Repair 你補血 那些Cell 難道少了一半東西嗎? 不會的 假设你的皮膚的cells 全都是新的 靚靚的 和既正常的東西 所以 說米2TX DIVISION 兩顆DOTA CELL 和 PARENT CELL 是一樣的 所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交換 它會知道是要SYMPHASIS 新的ORGNELS 和PROTEINS 总之就是这样 而第二个问题 尤其里的东西会做DNA replication 即是复制 DNA复制 DNA就用replication Cromosomes 叫做duplicate 1乘以2 X就叫做duplicate 你可不可以叫做Cromosome replication DNA replication Cromosome duplicate 可以吗 因为Cromosome要duplicate 因为Cromosome要duplicate 变成2个量 DNA的量不够 DNA也要replication 所以变成2个才能复制 Cromosomes Size也会增大 Same number and kind of Cromosomes 变成2个data cell的时候 好 继续 我要你recognize this stage 在myotic style division 再分两个stage 一个叫做Nuclear division 一个叫Cytoplasmic division Nuclear division Nuclear division 即是你的Nuclear分裂 Cytoplasmic division 即是你的Styapasm分裂 可以吗 好 一般来说 考试 就不会写Nuclear division 它会用Metosis来代替 可以吗 即是说 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包含了Metosis 加Cytokinesis 可以吗 可以吗 OK 当然你写Nuclear division 当然可以 但没有人敢写 OK 那现在你要学到 分两个stage OK 再分两个stage Metotic style division 好 在这里 有分 2、4 4个stage 好了 这里 大家留意一下 这里就是 所谓的details 所谓的details 要不要识 不用识 可以吗 千万不要识 千万不要识 知道吗 千万不要识 OK OK 即是说 你记得Cometin Cometin的状态 是在Cometin的状态 是在Cometin的状态 那时候 它可能已经在做DNA replication DNA replication Cometin的状态 好 开始 Cometin 接下来 这是什么 interface 就是做cell growth 的状态 为什么要做cell growth 就是准备做Metotic cell division 可以吗 就是这个时候 准备做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是这里 OK 就是准备 刚刚Cometin 就是在interface 的时候 在interface Cometin 就是做cell growth OK 混沌一片 然后准备做Metotic cell division OK 就是这样 好 好 这里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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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星的同学 读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吗 不用特别去记 真的不要特别去记 你知道大概的原则是如何 就可以了 OK 原则是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反而这个位置有点重要 这个呢 重要的意思 不是重要 不是叫你学习这些字 可以吗 OK 不是叫你学习这些 反而这个字是重要的 考评很重要的 就是 你不需要认识 你不需要认识 Metotic cell division 你知道 Metotic cell division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 这些 所以 Dupid其左的chromosomes 是会 在 Cell 这样的 叫Line up 的状态 懂得写Line up 这个字 所谓Line up 是真的一条直线 OK 是Metotic的状态 好 问题来了 咦 阿sir 如果这样 橫 Line up 可以吗 都可以 可以 总之是 Line up 的状态 Line up 可以吗 Line up 如果这样 Line up 即是怎样 你的Cell 就是这样 分开 OK 如果这个层面 Cell 要如何分开 就是这样 可以吗 再说一次 在Metotic cell division 你会看到 chromosomes 是Line up OK 不要读这里 OK 不要读Metaphase 的状态 傻子才读 OK 也不要读 Metosis 就会Line up Metosis 就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是Line up chromosomes 就是Line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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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 这是Plan sell 为什么 Sell wall OK 好 继续 这里 就开始 分开 对吧 分开 继续 然后分开 准备分开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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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分开 继续 相实情况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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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 继续 变成了两个多数 cell 到了这个层面 就变成了真正正的两个多数 cell 到这个层面 我们可以认识 Metotic cell division Metotic cell division Metotic cell division 是由一个 cell 分为两个cell 明白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如何判断 这个Division 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而不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要透过 刚刚的 Chromosomes Line up 的状态 看到吗 OK 还有 另一个状态就是 就是 最后生成的 刚刚的第一个状态 可以分辨到 是Line up Chromosomes 第二个状态就是 它的daughter cells 只有两个 daughter cells 都可以分辨到 它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还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講一次 Metotic cell division 两个重要信息 分辨到 有两个cells 分为二 第二个状态 Chromosomes 是会Line up 可以不可以 一直直线 OK 为什么它这么详细 因为它关乎 这个字 它叫做Compare 可以不可以 而且是Outline OK 这个Process 我们很能够分辨 好 接着呢 它说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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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cell division In the growth 好 Metotic cell division 有什么Importance 刚刚说过 是For growth 为什么它是For growth 因为一分为二的时候 它是Genetically Identical 什么是Genetically Identical 就是DNA是一样的 或是一样的 就是我都原来一刀 你的皮肤翻出来的 皮肤是一样的 可以吗 不会不同了 不同了的原因 是因为有结晶 因为你的皮肤的形状不好 OK For growth For repair 即是修补 以及For asexual reproduction 不是人类的 这个是For細菌的 OK For細菌的 不跟Virus Virus是病毒 Virus不是Axessual Reproduction 可以吗 細菌才是 Bacteria 就是三种Important的Metotic cell division Growth Repair Axessual Reproduction 可以吗 OK 接着细菌也是一样的 好 接着到Miotic cell division Miotic cell division 是For我們人类的生殖 可以吗 所以我们人类的生殖 好 那我们做成Sperm之前 我们用人类的男生去解释 做Sperm之前 一定要懂这个字 由Gammate Producing Cell 去做Miotic cell division 去做Sperm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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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我们在Tactus 中 在Tactus中 我们有Gammate Producing Cell Gammate 即是配子 什么是Gammate Gammate 在人类的角度来说 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Sperm 另一种就是Egg 女人的卵子和男人的精子 两种都可以叫Gammate 可以吗 如果不懂得说 鸡的卵子和鸡的精子 又怎样说 如果不懂得说 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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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和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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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是什么Gammate 就是Mail Gamate 即是说 我们Tactus中 有Gammate Producing Cells的物体 它会做Miotic cell division 然后做完Miotic cell division 就会生成Sperm OK 可以吗 可以吗 记得一个Deploy 即是说它有两套 可以吗 两套的意思 是有爸爸和妈妈的意思 爸爸和妈妈的chromosomes 都在这里 即是2N 可以吗 2N OK OK 这就是Sperm 做完Cell division Sperm就全部出来了 OK Sperm就全部出来了 OK 接着 到Sperm的时候 或者是Ovac 即是卵子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Halploi 即是剩下1N 即剩下1N 即剩下1N 1N 为何明明有2N 即是1Diploy 即是2N 即是父母都有的东西 即剩下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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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Cell Cycle 即是不会循环循环做的 即是不会循环循环 即是什么意思 即是精子继续有限数 明白吗 好 接着 一样 Neotic 和Metotic Cell division 都要经过第一个阶段 Interface 对不对 两个Cell division 都要经过Interface 为什么 因为它要做DNA replication 导致可以做到Cromosum reduplication 对不对 还有要求Cell growth 还有要求Synthesis of protein 和Synthesis of the organelles 例如Metochondria 例如ER 对不对 所以Interface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在Cell division之前 做成长 OK 同样地 它们都有Nuclear division 和Sylopasmic division 不过 不过 Metotic cell division 有做2次 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是做1次 行不行 OK 同样道理 它们Nuclear division 的名字叫做Miosis Metotic cell division 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叫Miosis Metotic cell division Metotic cell division Metosis 就是Metosis OK 都是Nuclear OK 总结一下 2个Cell division 都要做Interface OK 都要做Interface OK 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要做2次 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是做1次 Metotic cell division Metotic cell division 有Cell cycle Metotic cell division Metotic cell division 是没有Cell cycle OK OK 在这里再说 好 好 接着 跟Metotic cell division 都是做Metotic cell division Interface 可以分辨 好明白 这是Chromogen 就知道这是Interface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我如何分辨 Metotic cell division 和Metotic cell division 首先说一句 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这些要不要读 在螢幕上的你 当然知道 这些是在考译局中 称之为Details Details 当然不用读 你读得真是傻子 五星星都不要读 不要乱来 OK 五星星都读一下 五星星 五星星就是要无死各金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如何分辨 这个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很简单 你会看到 它们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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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Metotic cell division 它们是不会配合的 可以吗 它们是怎么办 它们会配合的 看看 刚刚的Metotic cell division 这个是Metotic 假设 这里不是Totic 它们的Line Cromosomes 是会配合的 对不对 这个Metotic cell division 它的Cromosomes 是不会配合的 在X的状态下 看到大家 X 对应着X型的状态下 它是不会配合的 可以吗 它们会配合在一起 同样的 它们会配合 我们现在用英文字 Homologous 记得什么意思 爸爸和妈妈 合在一起 爸爸和妈妈 合在一起 Homologous chromosome 会配合 可以吗 在Metotic cell division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一定要观察到 Homologous chromosome 就是这样 爸爸和妈妈的 就是这样 就不会做这样 就是这样 今天到 跟不上那 你就大煲了 OK 好了 这个就是 配合 这个就是 配合的状态 好难分 放心 这个位置 不会出真实图画 不会出真实图画 真实图画 会出这个状态考虑 可以吗 会出这个状态考虑 OK 好 继续 好 这样之后 Homologous chromosome 才会 line up 所以 line up 你不要这样看 line up 你这样叫pare up 你已经知道 pare up 就是 line up 即是你看pare up 已经很足够的信息 就知道它是meotic cell division OK 好 阿sir 我想问 如果 line up 我怎样分享 line up 究竟 line up 是metotic 还是meotic 很简单 如果你是metotic metotic 或MI 它是这样的 如果是meotic 即是这个 它是这样的 是这样 line up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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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me 所以我们不要尽量 不要尽量分 line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对的 最后看到有pare up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re up 就可以了 好 继续 继续这样去做 好 继续 续 好 继续 好 接着 已经1分为2 对吗 记得 metotic cell division 就1分为2 metotic cell division 要做2次 所以 它在这个情况 再做下去 可以吗 可以吗 它会再做下去 现在这个时候 它们的chromosomes line up 看到吗 看到吗 打横 OK 打横 不过 到了这个情况 阿sir 糟了 它会和metotic cell division 的状态 一样 没错 一样 一样 在这个层面 分不出 哎呀 不知道哪个是打哪个 可以吗 所以到这个层面 通常是分不出 OK 等等 分不出什么意思 分不出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还是metotic cell division 因为它都是corposome line up 不过 就是这样 OK 接着 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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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说的 好 继续做 好 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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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几个cell 最后有四个cell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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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个cell 即是说 Metotic cell division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Cell是一分为四 可以吗 一分为四 而Metotic Metotic Metotic 就是一分为二 可以吗 Cell OK 好 而Metotic 即Mi 即Mi 即是一次cell division 而Metotic Mi 即Mi 即是两次cell division 可以吗 而在过程中 裡面是MeoticMe 是Homolycus Chromosomes 而這個 就可以做一個Crobusomes 諷刺就是MeoticCell Divisions 也會做Line Up 所以到這部位就難分 就能分分分分分 剛剛我已經說過了 Nukeas division是有分Metosis和Meosis 我已經告訴你兩個Metosis process是如何比辯的 其實我已經很清楚告訴你如何比辯的 好,再說一遍,不忘了是 Importance Meotic 剛剛Metotic cell division 記不記得嗎? For growth, for repair, for asexual reproduction 例如Bacteria 今次有Meotic Importance是甚麼呢? 我們先去說 Importance是這個 Producing heart ploid gamut 可以嗎? 好嗎? 這個Hart ploid gamut 本身有46個 46個chromosum 在未做Meotic cell division之前 做完Meotic cell division 一分為幾? 一分為四 即是這裡應該有四條精子 明白嗎? 一分為四 有四條精子 可以嗎? 可以嗎? 每條精子都帶23個chromosum 可以嗎? 每條精子都帶23個chromosum 咦? 阿Sir,你問我 阿Sir,這數不正確 23乘以4 等於 4 92 是嗎? 只有46 為甚麼42和96都不正確 即是24粒精子加上數字 應該要加2個chromosum 但一開始只有46個chromosum 為甚麼呢? 因為做了甚麼動作 interface interface做了甚麼動作 在Cell division之前 interface會做DNA replication replication的意思是甚麼意思 乘以2 乘以2 乘以2的意思是甚麼 92 可以嗎? 再分四就是 每條有23個 可以嗎? 這個有沒有配合? 這個沒有配合 這個有沒有配合? 這個有配合 有2配合 可以嗎? 有2配合 為甚麼? 因為爸爸媽媽在這裡 這裡只剩下爸爸而已 所以沒有配合 即是卵子一樣 一分為四 即是4粒卵子 可以嗎? 好 接下來 為甚麼我們要做Fertilization 做Fertilization的最終目的 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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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剛剛有點輕輕的 扶做Fertilization的目的 就是把這顆 即是這顆 Fertilize 就是Restore 要懂得Restore 這個字 變回到46條 OK 所以我們叫 Meotic cell division 的Importance 就是 Producing Halb-Ploi gamut Halb-Ploi gamut 例如精子 例如卵子 可以嗎? OK OK 然後 你變成了 Cygot 之後 你要變成 你的BB 最進而 成為你本人 是透過 Growth 和Development 用甚麼方法做 這個就是 Metotic 可以嗎? Metotic 這次就是 Growth 可以嗎? OK 第二 Producing 有Importance Genetic Variation 從而 increase the chance to survive whe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hange 麻煩你這句 要背到清清楚楚 打顆十萬顆星星 行嗎? Importance of Metotic cells producing Halb-Ploi gamut and producing genetic variation 2 increase the chance to survive whe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hange OK 為何 可以producing genetic variation 因為有 independence assortment 和 crossing over OK 這兩件事 是BOOK4 會詳細探討 講解一下 在這裏 你不明白 不要緊的 你要知道 因為有 independence assortment 和 crossing 導致 有 genetic variation 可以嗎? 可以嗎? 詳細探討的 在BOOK4探討 我略略都會說少少給你聽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一分為二之後 一分為二之後 它呢 chromosum 就會變成這樣 接著 chromosum 就會好 separate independently 這樣 意思就是說 它不會有一個cell 毛利拉加 是出現了四顆 這顆 就沒有了chromosum 這顆 這顆 就有兩個 即是 它不會有毛利拉加 其中一個是沒有了chromosum 就是去了另一道 它會平均分配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更要是 根據 independent的意思是什麼 大 一定有一顆 每顆都有大 看到嗎? 每顆都有小 就是independent的意思 就不會有一顆cell 全部兩顆都是大 另一顆cell 兩顆都是小 就是這樣 明白嗎? 即是兩個層面要看 每顆cell 都是平均分配 的數目 還有 independently 但一定是 跟一個cell 不會有同一個 組合 可以嗎? 這個就叫做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可以嗎? 剛剛的平均分配 就叫做 random segregation 不明白 不要緊 到時再探討 OK? 這裏就是為何製造了 Fossible genetic combination 不用認識 復科探討就可以了 OK? Crossing over Crossing over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 up 你回答我 這個是Meotic 即是Me這個 還是 Metotic cell division OK? 還是Metotic OK? 看到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 up 一定是Meotic 可以嗎? 可以嗎? 即是 Crossing over 是Meotic cell division 有一個很重要的 Feature 可以嗎? 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 Crossing over的發生 只能在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 up 的狀態 才會發生 可以嗎? Homologous chromosome 每次都說 Homologous 即是有父母 即是這裏 這裏可能是父母 這裏可能是母 反過來 這裏可能是父母 這裏可能是母 這裏可能是父母 這裏可能是母 這個問一下 這個是X狀態 做了DNA replication 做了 如果未做 就只有一條 做了兩條 這樣 可以嗎? 可以嗎? 即是兩邊 爸爸媽媽都做了 DNA replication 從而做到 Chromologous chromosome 可以嗎? 這個已經做了兩個層面 一個叫做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 以及做了 Chromologous chromosome duplication 在這兩個層面 同時發生的情況 才會產生 Crossing over OK? 還有一個 Long-Sister Chromated 記得我說什麼嗎? 在一條 Chromated 狀態下 我們有分一條 另一條 又是Chromated 這個叫做Sister Sister Chromated 這兩條 不黏在一起 我們就叫做 Long-Sister 可以嗎? Crossing over 就是這樣 交叉 Khiasma 然後互換了 好 記得Crossing chromosome 有什麼組成嗎? DNA 可以嗎? 在這個地方 互換了DNA 可以嗎? 互換了DNA 之後 為何會造成 Genetic variation 為何會造成 Genetic variation 我們在BOOK4 詳細探討 OK? OK?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都已經講完 剛剛在歐拉 Compare 我已經跟你講完 Process Metosis 和Miosis Process 的Compare 你用我的方法去Compare 你不要用 什麼Proface 那些什麼 什麼肥肥 你只用Interface 就可以了 Interface是For Cell Growth 可以嗎? 就可以了 好 一開始Compare了 好 這本書是會有的 如果你想在這裏看 就沒有問題 那你自己在這裏按Pause 就可以了 現在就跟著Compare Compare Metotic style division 和Miotic style division 好 繼續 按Pause 隨時 Place of of currents 對不對? Process 是一個Division 和兩次Division的分別 OK? 有 有 和沒有的Homorcus Compare Compare Pair 這個 就有沒有segregation 有沒有 先一樣 和Homorcus 有Homorcus Pair 就自然有Homorcus Compare 有沒有Compare Compare 有沒有Compare 有幾個Division 1分為2 1分為4 OK? 那個Compare 是一樣 還是不一樣 OK? 不一樣的 就是少了 就是每一半 還是每一半 就是每一半 就是每一半 Denetic make-up Denetic make-up 就是Denetic make-up 是甚麼意思呢? Denetic make-up 是否一樣呢? 一樣 和不一樣的分別 Denetic make-up 好 在這裏發生了 Denetic make-up OK? 現在的重要性 OK? 好 就是這樣 我做這題 OK? 第二題 在Moodle上 這課是星期一、星期三 都齊了 星期三有另一個影片給你們看 OK?